约伯记第六章 于是约伯回答说 但愿乘乘我的烦恼 把我的灾害一起放在天平上 现在这些都比海沙更重 所以我冒失发言 因为全能者的剑射中我 我的灵喝尽了剑的毒液 神的惊吓排阵攻击我 野驴有草料还会哀鸣吗 牛有饲料还会穷叫吗 但而无盐的食物有什么好吃呢 蛋白有什么味道呢 这些使我恶心的食物 我必不肯尝 但愿我得着我所祈求的 愿神赐我所盼望的 愿祂乐意把我压碎 愿祂放手把我剪除 这样我们得安慰 在痛苦之中 我还可以欢悦 因为我没有否认那圣者的言语 我有什么力量使我能等候呢 我的结局是什么好叫我忍耐呢 我的气力是石头一样吗 我的肉身是铜的吗 我里面不是无能自助吗 见识不是离我而去吗 朋友应该怜悯灰心的人 因为他舍弃了对全能者的敬畏 我的兄弟诡诈像干涸的溪流 又像流干的溪水 水流因冰块融化而混浊 有雪隐藏在其中 天气一暖 溪水就消失 气候一热就干涸 商队顺息而行 结果偏离原道 走到荒野之地而死亡 提马的商队沾望溪水 事发的客旅等候水流 他们失望 因为所盼望的落了空 他们到达那里就灰心 现在 你们就是这样 看见我的灾难就害怕 难道我说过 请攻击我 或说 取你们的财物 馈赠我吗 或我说过 就我脱离敌人的手 或说 属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 请指教 我就默不作声 请指示 我有什么过错 政治的言语 多么有力 但你们的责备 究竟责备什么呢 绝望人的话 不过是疯 你们还想批判吗 你们竟抽签得孤儿 拿朋友当货物 现在 请你们看看我 我绝不当你们的面撒谎 请转译 不要不公道 请再转译 我还有道理在 我的舌上有不义吗 我的口 不能辨别灾害吗